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海地那边现在还在死着 尸体堆积如山 简直是 而且我就脑子里四面八方的信息 有一个报纸 头版说美国要占海地 这都是宋老师公平解析一下 咱们先说中国人 在那现在还有138个维和警察 加上50个救援队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现在其实除了这八位烈士以外 其实大家作为一个中国人 还是很牵挂 这个188个的咱们的中国人 可知道目前在这的这个情况 当然还有一些侨民 还有一些据说是福建的这些蛇头 弄过去的中国的这种 应该说是人蛇吗 人蛇 对 人蛇 对 人蛇在那等着去美国的 等着美国那边蛇头过来接的 这些人现在都不敢说 这些真不敢说这就不敢你记得就经常有那样吗 摸在一个闷罐车里一车的就中国人偷渡的都死了 他们就等着去美国 我那天看我觉得这个地震呢太惨了 就有些人等待去美国就被那个蛇头啊 比如说就可能关在海地的一个什么车间里或者一仓库里 对 那这一屋子都是人 对 你现在这些人都是没名没数的 这些人有可能如果在地震当中死了 或者就因为现在处理尸体特别难 因为海地那个地方很热 而且降雨也比较大 它大概一千四 年降雨一千四到两千毫米这样的 你像中国才七百多 美国也七百多 又潮又闷又热 而且它北部是山 大西洋的风也过不来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说就是在比如云南缅甸 那个地方有一种脏气那种 就是所以说它就给埋掉了有可能就是迅速埋掉 据说现在已经不是脏气了 他们说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死亡的味道 对对对 还有那尸体的那种臭气 对 说是有的那个就是天热吧大概是 说那个肚子都很难说 那个肚子骨胀骨胀都爆 对 哎呦我的天哪 对 国伟这几天看了些什么新闻呢 比较有感触的 其实呢 我这样讲吧 那个我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真的是每天追着看 然后看了就一直哭一直哭感同身受 海地可能真的距离离我们太远了 所以其实心里是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难过的 但是那个片子根本就是惨不忍睹 不愿意看 看了就整天没法干活 就脑袋里就是都是那些画面 你们也搜集了一些照片 我也是啊 有一个过程的 就逐渐进入这个情况 你只要开头说海地地震 我没什么反应 这反应我对海地根本不太了解 我说是海地在哪啊 是吧 然后说地震死 这估计死10万 有个参议员说估计得死50万 我当时还纳闷的 我说这国家有那么多人吗 因为我想象是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然后就看到一些个照片 那照片让我想起来啊 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我的老师啊 经常批评我 说我是无政府主义 我我心里还还还不服气呢 我说没政府挺好的 这回海地 就看看什么叫无政府状态 这个瘫痪 你看看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我们的一些特别 这照片 这可能是一个怀疑 抢劫的民间行私刑了 对 被人绑住手脚 活活打死 你看他手里拿的可是砍刀啊 还是裸体 剥光的衣服 你再看下面 对 你瞧这 抢这个救援物资啊 对 你再看下 这是扔上去一瓶 那个饮料 多少人在哄抢 再看 这直接啊 你拿到什么救援物资 直接就要从你手里夺啊 对 你再看 这个尸体 得不到处理 横尸片眼 横尸片眼 你再看 这是从空中俯拍的 就是这样 一片这个尸横狼藉啊 你再看下面 枪都出来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种 哎呦 惨不忍睹这种情况 国际救援组织都往后撤啊 对 就是说我们再往前去 我们的医生 护士 救援队员都有安全威胁 好多人持有武器 对 抢店铺 就就开始干这个 我说怪不得叫维和警察呢 对 对 这国家 防暴罪 叫防暴罪 这国家的治安是靠 联合国派警察 帮他维持的 对对对 就是他为什么叫防暴队 就是咱们用简单的字面上解释啊 暴力 防止暴力的队伍嘛 对吧 而且中国的这个最多 中国是最多的派去的这个维和防暴队队员 咱们是云南 咱们是云南 这一次去的第八支是云南的这个武警总队的公安武警总队的一个部队啊 过去 而且我我昨天正好跟他们的第七批的一个政委聊了一会儿 我就说你们在那儿防暴就遇到这些情况怎么办 他说确实应该说原来的所有的训练啊 比如云南的当然没有训练了云南云南是在别的地方去的要在北京廊坊地方要组织培训 因为云南那地方他是成建制的 而他的兵力比较多 而就是防毒嘛什么的那些边防警察 所以他们再一个就是跟外界沟通也比较好 外语啊什么各方面的国际知识比较好 就是成建制过去 他们确实说这种暴力出现海地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们说我们还是要按照联合国的这个要求还是坚持执行 同时还要派出一部分部队拿着枪 一部分警察要看着要守卫着咱们那五十个救援和医疗队员 比如说我们的医疗队员在那给人家智商呢 有安全有人拿枪在旁边打保卫 保卫就是这么一个乱乱的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很多人没有把海地的这个 就是地震完了 比如说我们说汶川地震 完了都是哎呀什么出租车司机 有很多那个好人好事是吧 就是大家都是很尽力的来 而且甚至有一些坏人可能都那个时候都不一样 然后海地呢是三千个囚犯跑出来了 对 就监狱三千个囚犯跑的 还有这些包括刚才抢劫的这些人未必就是真正的坏人 但是他确实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他没有水没有这个食物 因为海地在这个正常的时候也就正能正常饮食水 没有地震的时候也就是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能喝掉这种所谓干净的这种什么什么什么水吧 对对对对就是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就平时就是这样 孙老师我们都知道我们一提到海地 可能第一个就想到他的穷 但是他穷穷到什么 因为我刚才听到您讲的他们那个出生活体婴儿的那个存活率 我觉得是非常惊悚的一个数字 他们到底穷到什么地步 就是出生婴儿的活体的存活率 2005年统计的联合国 大概是84% 不是存活率 死亡率是84% 死亡率 基本上就是生十个孩子得死八个 对活体 发现四个 对 我的天哪 所以他海地的你看当时是西班牙这个15世纪过去 发现 然后就传教变成殖民地 然后传教你看前两天那个画面上有天主教堂找火 就传的是天主教 但是海地自己的底下有一个叫福都教 这个福都教呢 按说它是一个农业国家 它是一个比较原始农业国家 你想一般的农业国家的教吧 都可能跟风调雨顺 祈求咱们老天爷就靠天吃饭嘛 但是他这个福都教并不是这样的 他这个福都教的作用 就老百姓拜他这个意思 主要是保护孩子的安全 就是说福都教 因为这个腰折的太多了 对 就是说 所以老百姓一年呀 或者而且家里请的这种 有点像请神一样 就是给供上一些吃的呀 什么的 给这个拜呀 主要是让降低这个 祈求老天保佑婴儿的死亡率低一点 这福都教就是个宋子观音呢 对 而且他的那个2005年统计的时候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人口的平均寿命是53岁 但是你看整个加勒比海地区 就跟他周边这个国家 平均的人均寿命是72岁 你可以想想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对比 所以说咱们不要忘记 这个人世界极苦 他们讲美国的麦阿密 就在海地的旁边 麦阿密就天堂 海地就像是人间地狱一样 就像现在的地雷 我就没见过这一国家这样 总统出来说 我晚上也不知道在哪住呢 我呢就整个政府 他瘫痪了 说就像轰炸了15天一样 就到这么状态 他们说 而且就说 你就看到这样一个贫困的 一个混乱的一个国家 他我那天是听一个人讲 就说就跟日本相比 同样海地这个地震 说他死10万死50万 可能在日本呢 大概就死100人都有可能 就是因为日本人常年受灾啊 日本的这种防灾机制 比如说他们采访一个日本防卫队长 那防卫队长说 我10分钟就可以调动100万人 对 他就长期以来 日本人形成了这种机制 对对吧 你说海地 现在你就看出来这种 哎呦 无政府状态 你像中国 你先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刚才我说日本小军老师说 中国一下能调动23万军人 对对对 也了不得 就是这一次的汶川地震 咱们调动了20多万军人 就相当于几个集团军 咱们都看过啊 可是你看美国航空母舰开过去了 说要派1万美军 对 进驻 他原来说是法国的殖民地 是吧 法国殖民地 他那人都讲会会讲法语 对 所以听说呀 这个说法就是法国人说出来的 法国人先说的 说美国要趁机占领海地 对 但是我有点奇怪 我要请教你了 本来早就有人说 说海地啊 就是美国的第51个州 对 就在美国的这个强权控制下 但是又有人说 说美国才不要海地呢 对 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美国呢 应该说就是当时就是海地独立的 是比较早 应该说在这个整个美洲大陆 当时都是 应该是最早的说 昂格鲁萨克逊人 跑来 就是欧洲人跑过来 看到这个地方很好一块地 跟印第安人 把印第安人杀光 当然是西班牙人是杀男的娶女的 后来不是那个 梅独也是从这传到欧洲去的吗 西班牙人那些骑士 回去带着梅独传到欧洲 那那个昂格鲁萨克逊人 男女都杀 然后抢地 抢地没人中 就把犯黑奴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 黑奴 那么海地这块地方呢 就是从非洲过来的 黑人的弟子 刚才我说那个福都教呢 其中有一个神 就是非洲的神 他是对小孩很好的一种神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这些黑人站在这块地方 就在十九世纪末 他们就独立了 就把这个法国殖民者赶跑了 大家把地就分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要 也就是说我们就好好种地 现代化 但是呢 一般来说农业国家呀 他都是这样 在一个很分散的情况下 他要集中走现代化的时候 他一般来说是出现一种集权方式 但是他由于他离美国近 美国又觉得这地儿很重要 因为他是在这个北美和南美之间 一边 这边是多米尼加 它是一个岛 伊斯帕尼阿拉岛 伊斯帕尼阿拉岛 切成了三分之一是海地 三分之二是这个多米尼加 一边一个海峡 就是两条战略要到 对吧 一个那个莫娜海峡 在东边就是多米尼加 这边西边 就是靠着海地这边的 这个这个风向海峡 就等于说是北美通向欧洲 通向加勒比海的两条通道 他觉得这个地方重要 因为当年法国人战 后来德国人也来 德国就法国人走了以后 德国人也在这弄 那时候还没一战没打 德国也正在崛起 美国人就说 美国人就说你这不行 我来 来了就搞了议会 什么就是搞民主 民主就是美国 那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工业化了 你别看这国家说800多万人口了 他这么乱吧 他有130多个党 对对 说是过去100年换过100任 我看接近100个这个这个统治者 这是走马灯一样 这是 然后就是决人政变呀 然后美国干预呀 94年美国就干预嘛 航空母舰过去 两栖攻击舰过去 把这个反政府武装来回来回这么打 就是永远没有一个凝聚起来的这样一个力量 然后人们只是靠分散的农业的这样的靠天吃饭 有一点点的手工业啊旅游啊什么这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法国人 法国人就 因为法国已经前面就说美军去了很多飞机呀什么 因为美国有4万的侨民在这 美国过去的 当天晚上就有一条船 先锋号 就海岸警卫队正好在那个那 在美国边上古巴那个地方 关塔纳摩那巡逻 就马上就过去 过去直升机就把这个通讯控制住 然后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8个小时接到接到命令8个小时就赶过来 到那个美波特的港上装上19架直升机物品 医疗净水器 15号就到海边上来了 但是当然还有一些飞机机场他控制住了 对吧 然后就是美军先撤侨 美国人先撤侨啊运东西 法国人就说你这不对呀 你是还有世界无国际卫生 这个医生组织 说我们的飞机的医疗设施 你少少降落晚降落一个小时就要死多少多少人 对算账 当然大家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可能是 因为他原来就干预海地嘛 因为海地的西面是古巴 就是古巴也跟美国 就是古巴是加在海 相当于加在海地和美国之间嘛 所以就对美国的这种情况啊 批评的比较多 你到底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呢 还是帝国主义呢 对 是吧 说不清 但是回过头来说呢 美国的咱们回过头来 他干预不干预 从政治上另说啊 确实 美国的这套海军的动员机制 救援机制 确实是非常快 咱们海军能去那站一下吗 咱们倒还真是刚从美洲访问 正在回途 还没到就地震了 那赶快掉头啊 站领啊 海军确实咱们现在没这个能力 现在还没这个能力 因为他原来要干预他的后院嘛 他有一套军事的计划 这次就全启用了 十几条军舰现在围在这儿 其实海地他本身在地震带里面吗 对 在地震带里 他应该也很习惯了 有事没事就地震 不是 还有说什么美国两年前就测出来 它是两块地震 我们都知道是板块的运动 它是大西洋的板块 就美洲板块和一个叫南极洲板块之间 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动的时候 正好海地相当于一个耳头 就像你开车伸出头去 耳头对面开一个车 擦了一下 把耳头擦了一下 就那两个板块擦了一下 就产生这样的地震 你不是去过那吗 我没有去海地 我只是去那个附近的那个加勒比海那里 你刚才问我说 看这些新闻有什么感觉 我跟你讲 我真是不敢看 你看了2012吗 看了 我告诉你 我看到这些新闻之后 我真的 其实2012那些画面就一直出现了 天翻地覆 天塌地线 真的是 你天晓得 对 而且我觉得 这个我就是很感慨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国际上的事 咱也闹不懂 这个海地 在外加上 我也不知道 还有非洲的一些地方 像那个前一阵 什么多哥足球队 那打AK47 咚咚咚冲着大巴就打 你觉得 过我们这种日子的人 你看他们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 现在有一些人 那过得简直生不如死 即便不地震 过得也是 太差的一种 而且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 而且你想 你比如什么达尔富尔那边 动不动 就是强奸 砍人 对 拿打刀就剁 斩首 剁胳膊 而且这个独裁者 一个接个换了一个 而且往往还搞民主 对 搞民主 反正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美国扶持 又是什么哪个扶持 完了之后 最后出了一堆暴君 等等等等 我就觉得那些地方的这个人民 这个生活景况真是 这是 咱们回过头来说 这个就是无政府主义和有政府主义 就是怎么能如果它是一个现代的国家 你包括日本是吧 日本那个地震 就像你说 虽然日本比它大一些 如果它是一个现代的国家 它一定有它的自己组织动员能力 虽然它可能不太那么好 比如美国过来 现在美国18号去了一条工程船 马上把马槽修好 而且这个工程船 还还可以探测底下有没有东西 然后它的陆军的455的一个爆破分队 因为运东西主要是码头运的多 现在已经开始往码头卸这些 吃的呀 喝的 因为它现在缺的食品和这个水都没有 所以人才那么爆裂嘛 本来就爆裂 就是更爆裂 天然又热 对 那么如果它为什么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现代国家组织呢 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说就是城市化工业化 它才有这套体系啊 警察呀 秩序呀 它就是永远在这个农业的这个这个这个底下互相的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一般来说 我们说农业有了剩余 我们有了剩余 就农业有了剩余 人口多了 怎么办 我们就上轻工业 轻工业呢 有了能源和动力的需求 我们就上重工业 对吧 重工业有了这个原材料和世界市场的需求 就上军工 就五百年来是这样 对 五百年就上军工去抢殖民地 而海地这些地方是等于西方走完 刚才我说农业清工重工军工 走完之后 人家要抢 把他们给抢 先抢的 对吧 它是属于被抢的 就是咱们叫做被殖民的国家 那被殖民国家呢 当然也有重新再起来的 但是也有很多 你比如说印度 被英国人殖民 他现在 当然现在他又说又造航空母舰啊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 你看个被殖民了两百年之后 按那个法国有个历史学家叫布雷戴尔 实现了印度的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 他也没有组织能力 哎呦 你看那个孟买西基 那显得他的社会也很没有组织能力 那也是一团大乱的 对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现在就看到一个就缺乏组织化的一个地方啊 连你全球人民有爱心都没用 你捐钱怎么样 捐水捐食物 他没有一个组织系统 他分不下去啊 对分不下去 他怎么办 怎么救灾呢 你说那 就是你像我就是说中国 刚才你说到中国啊 中国其实原来比如印尼的海啸 包括缅甸那个飓风 孟加拉的大水 其实中国 我的观点啊 中国海军应该加强建设 在技术这个层面 要向美国海军这次学习 他是很专业的 比如说工程船去修码头 直升机过去 但是他所谓的占领是 直升机把总统府前控制住啊 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所有的通讯 他先临时架设 他可以临时架设 包括其实台湾的地震的时候 当时手机也打不通了 台湾当时从美国买的 那个预警机去当中 中继站 当基站用 你记得那年台湾地震 后来就用它来 就是 对 就这些现代化的组织能力 和它的硬件和软件啊 其实美国这套物流的东西 它是从二战开始的 因为二战的东西太多 打仗要用吃啊喝啊 子弹零部件 你看一个坦克就一万个零件 你都得带着啊 坏了换呢 这一套物流的东西 一直发展到现在 当然它和北约在一起 叫NSN的一套 这个条形码的这套边 到三千多万种了 就是所有东西 一个螺丝钉也是有个编号 一件衣服也有编号 你现在买个山寨版的 美国派个大衣 后面也会有 NSN有个条形码 然后美国二战之后 就这套管理办法 就发明了这个所谓的沃尔马 其实沃尔马是军事 从军事这个角度来 到了民用了 到了民用了 那么中国如果有一天 能够做到沃尔马更大的 就说明中国的军事 它是个管理 期待有一天 中国海军开到那去救援 对 咱们先把这个印尼啊 将来周围 尽量咱们先去救 对吧 人家还没闹灾 咱们先练练手 还没闹灾 你先去救 就以后啊 对 不不 我先去救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